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一般來講 如果你吃一盤蔬菜 一盤蔬菜的話 它大概膳食纖維 大概只有三克 那我們一天是三十克 所以有時候吃蔬菜 要吃到食材才會夠 有人會這樣想 有時候你吃一包三十纖維 它裡面大概就是有十克了 那你三十纖維過量 會阻礙什麼 會阻礙礦物質的吸收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你剛剛那一包裡面 它的鐵其實是白加的 我覺得 好活到你家 健康不用靠偏方 能殺菌又省力 清潔好活到你家 這個是可以消滅大腸感菌的 所以你就不用用那種清潔 很多人會用那種化學藥質 用這種紙巾擦 對 擦得掉 擦得掉 沒辦法 非常的難擦掉 然後它可以把細菌整個帶走 然後它是比較 好快一點 比那個紙巾 要很多 一半就好 好事發生 跟著老師健康無負擔 五分鐘排除體內體脂肪 就要跟潘老師叫出來 Poi 手伸直 洪華你在幹什麼 不是那我不會 快點 速度加快 幹嘛 再快一點 加快一點 對 跟著老師一起做 沒問題 沒問題 相信我這一趴跳完頭髮都長出來了 對 真的 真的 自以為健康行為 小心秘密危害傷身體 糾正你的錯誤觀念 今天馬上幫你解惑 對 跟著老師一起做 小心秘密危害傷身體 糾正你的錯誤觀念 說到健康這回事呢 我們常常認為說 我們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對 我覺得我也都是很健康的生活 對 因為沒有任何的症狀 硬糖也沒發黑 對不對 嘴唇也沒泛指 還好 也還好 都塗口紅了 身高也沒鬥Q 對不對 也沒有 也沒有骨質疏鬆 都OK 對啊 好 但是有的人就是自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只要突然之間一不對 倒下去 那就很嚴重 很嚴重 我就對了 對 我怕你報新聞報到一半了 我要去帶頒你的白眼黑與白 不要 不會 對 我會擔心這件事發生 報一半昏倒 所以有一些不好的行為 要趕快改過來 改過來 好 所以今天我們幫大家 有稍微整理一下 偶爾自以為健康行為 小心不能說的秘密會加重 對 來看看 首先你有沒有多吃高鮮食物 對 少吃肉 天天蹲馬桶 有嗎 這三樣東西 真的不錯啊 這才是養生之道 沒什麼題目啊 真的必備比 對啊 這個是怎麼樣 有陷阱還怎麼回事 來 我們來稍微的想一下 細想 有沒有這些以上的行為 那認為這些行為 它會導致什麼樣的疾病呢 有沒有可能 看我嗎 沒有 這三個我都有試過 妳都試過 因為 因為減肥必備的一定少吃肉啊 對 就是青菜啊 對 清淡嘛 無糖的水果嘛 對 然後 所以妳這邊說就兩樣就有了啊 高鮮食物我常吃 我只有天天蹲馬桶不敢 不敢 因為他們在脫髮 我蹲過一次年輕的時候 就真的 妳後來就擦的時候流血 然後妳就一摸 我會去摸嘛 就擦完我就一摸 感覺有一粒凸出來 OK 自瘡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瘡 可是就把它壓回去就好 那扯瘡 對 把它推回去 這可以壓回去嗎 可以 可以 就沒事了 那是內置 那至於小小魚 因為我之前曾經就是有 好幾天上不出廁所的感覺 然後我記得最嚴重 是我五天才上一次 然後一天有三餐的話呢 就是一天有三個便當 然後十五個便當這樣疊起來 然後疊在我肚子裡 我就覺得肚子好大好脹 然後就肚子就很痛 所以我會選擇多吃高鮮的食物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會比較正常一點 好一點點 可是肚子還是非常的痛 因為我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很喜歡吃高麗菜 然後我為了要幫助排便 我就是一直吃那個 大概五個拳頭大的高麗菜一天 就是會一直吃一直吃 你真的會去摸那樣 結果肚子好痛喔 痛死了 結果我得了消化性潰瘡 啊 消化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 那是蔬菜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很納悶 可是那真的真的肚子滿痛的 那腸胃功能比較弱 這個大致可以解釋一下 它的下油 我們的下腸胃道 它已經累積那麼久的大便 已經非常硬了 那你再吃纖維素 膳食纖維那些沒有用 它上面它一直在消化 擠不下去 那幾步就在上消化了 事實上你要先找下面的 可能要用通腸或方式 先讓它暢通 你再去用纖維 這個才是有效的 那它一直在那邊磨一直 其實本來高鮮 就是一個很不好消化的東西 它胃酸就一直分泌 要把你消化掉 對 這個是就下腸味道不同 你沒有解決它的問題 你一直吃高鮮 反而造成上腸味道的一些問題 包括一些肥癌 那一顆高麗菜是無辜的啦 這五顆 對啦 這五顆是無辜的 拳頭大 拳頭 那欣宜 這些我都沒有耶 因為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 我胃不好 所以醫生特別跟我講說 叫我不要吃高鮮食物 他容易會就是胃酸 像我這個情況 對 他說你千萬不要以為 這是對的 其實對你是不好 你根本附和不來 你反而會更不舒服 然後天天蹲馬桶 我不是要去蹲 我是確定有要上了 我再去 而不是在那邊坐 等他出來 等很久 因為我爸爸就很喜歡等 然後我有個朋友也很喜歡等 可是後來他們都 就是會有痔瘡的問題什麼 就覺得這樣還滿可憐的 就覺得鼓勵大家 還是要有變異再去那邊上 不要就是 我在那邊蹲 蹲 蹲 然後越蹲不覺得 根本蹲不出來 一直沒有變異一直去蹲著 等會有痔瘡 這容易啊 因為你時間 你在那邊等的時候 你的血流一直是 等於說是往下 然後你有時候 對 用藥用力不用力一直等 不覺得蹲在那邊久了 然後去腿 腳 這就像一件事情 女生的那個 靜脈曲張 也是不是因為我久站 對 久站 我只是久站而已 他為什麼要曲張 因為你那個靜脈半 要對抗你的低心引力對不對 那你也沒動對不對 是不是他就那個 一樣 你的痔瘡 你一直蹲在那邊 他也是在對抗那個 那也是靜脈啊 原來 了解 好 所以這三個 看起來好像都很健康啊 很棒的方向 會有導致什麼不能說的秘密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啦 有可能出現狀況 可憐 對 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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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嘛 我是有一次很嚴重到送急診 然後醫生就馬上檢查說 先壓你這個 這邊盲腸炎 要不要急性開刀 然後我就說不痛啊 我就說我這邊好痛 好像有石頭壓著我的那個 腹部的那種地方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你趕快照超音 X光 一照 你知道很可怕 他就說小姐 你是幾天沒有變變 我說我已經不記得 因為我很少喝水 應該有兩三天 他說你這不只變變嚴重 他照我那個腸子啊 全部都是空氣 就是這邊一塊 他說你看喔 你腸子是這樣喔 你白色部分就是這樣 空氣一結一結 他說是氣已經壓到 你那個加上素變 你是整個抽痛 我說怎麼會這麼嚴重 他說你這除非灌腸 不然就是吃軟便劑 那我後來就是吃軟便劑 然後還有搭配酵素粉 因為我的腸胃很難 就是不蠕動 對 就是不蠕動 才這麼嚴重 這個我覺得便秘是一個 很多種疾病 都可能會造成便秘 譬如說你剛好 如果說你是 因為台灣人真的是肉吃太多 纖維食物吃太少 因為這樣造成的便秘 當然這些是正確的 你要多吃高鮮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 可是你如果是大腸癌 造成的便秘 你吃這些反而就不對了 譬如說我舉一個 多吃高鮮食物好了 譬如說它高鮮食物 不是會刺激我們腸子蠕動 它會摩擦我們的腸子 然後把大便變成結塊 然後直接排出去 可是你如果大腸癌的病患 有時候我們講說也曾經發生過 就是因為纖維素這樣跑來跑去 反而把癌症給轉移到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不要相信的 第二個是他們往往吃錯 他們要高鮮的食物 我們一直想說什麼叫高鮮 大家就會想到要吃水果 可是某一類的水果 反而會造成便秘 比如說我們臨床上 很常見那個柿子 很多阿公阿嬤因為牙齒不好 然後又便秘 他就開始吃紅柿 那知道紅柿那些 很多那些很黏稠性的東西 就會把我們的腸子黏成一塊 造成一些腸阻塞 還有一些什麼荔枝 熔岩 這一類的都是事實上你吃越多 不見得會造成那個通便的情形 那一般會比較建議 大概吃一些木瓜 熟香蕉 番茄類的 草莓類的 這一類的比較吃正確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說肉太多當然是正確 可是我們要常常講 其實我在臨床上常碰到那種 慢性臥床的爺爺奶奶們 他們大便便秘 可是他們事實上是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然後油脂缺乏 太少了 它腸子有時候會水腫 因為白蛋白降低 會造成我們的大腸 沒有力去蠕動跟水腫 這時候你再不讓它吃肉 肉是很多胺基酸 必須胺基酸維生素的來源 那你再不讓它吃肉 它會更沒力 那就更變 其實它大便不是很硬 而是根本沒什麼力去蠕動 沒什麼營養 所以這個少吃肉 當然這個要 我跟你講針對那種肉吃太多的是正確的 好 可是以我們一般正常人來看 你們一樣好像都是對的 多吃高鮮食物分開來看 少吃肉 天天蹲馬桶都很OK 但真的有因為這樣子 而讓便秘變嚴重的案例嗎 其實這個比較常見在哪裡 是有一些小朋友 之前有弄小朋友 現在小朋友便秘其實還滿多的 對 然後媽媽就在想說 就是因為你沒有很好的蹲馬桶習慣 你就是每天固定時間要蹲馬桶 然後叫你吃纖維都不吃纖維 只要吃肉 這樣子所以你才搭不出來 因為媽媽自己看這麼多資訊就覺得很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媽媽就開始給她的那個蔬菜裡面 就大量 給她大量蔬菜 因為覺得說小孩子就是不吃菜 她吃八個拳頭 她吃八個拳頭 可是小朋友讓她不吃高麗菜 因為小朋友覺得說 高麗菜很難吃 對嘛 她就覺得說 她說沒關係 那蔬果嘛 果也可以 比如說像蘋果啊 像什麼就吃很多 然後肉就吃很少 然後每天時間一大就說 你去我去蹲 好 你去蹲 小朋友去蹲的時候通知醫院觀喔 偷偷帶什麼iPad什麼進去蹲 對 那就蹲很久了 蹲很久 蹲不出來 媽媽蹲不出來 你蹲 結果蹲個十分鐘 媽媽也投降算了 不行 那出來好了 然後呢 就這樣之後她發現怪了 她每天這樣給她操練啊 又有吃很多水果喔 然後呢 又少吃肉喔 然後每天都要去蹲喔 結果呢 連續一個禮拜都沒有蹲出來 比以前更嚴重 以前至少兩三天都有一次啊 然後她就不得了 她就帶去給那個 小兒腸胃科醫生看說 我這個小孩很奇怪 她是不是腸胃功能有問題 因為她很擔心說 我自己的小朋友應該是那種 拒絕腸症 自己很常 搜尋一下說 她的大胸口可能性肌有問題 因為有些沒有神經的大腸 都排不出來 她說可能是有病理上的問題 結果醫生一問一問一問 就是說 媽媽啊 你這個小朋友問題其實只有一個 她就是 不喝水 你沒有朝她的問題去解決 她是不喝水造成的便祕 可是你又想說 你沒有逼迫她喝水 你只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反而惡化她的便祕 第一個她本來就不喝水 她吃那麼多什麼蘋果什麼 她吸更乾 第二個呢 她不喝水她排不出來 你家在那邊坐馬桶 她沒有坐就怎麼樣更嚴重 所以那小朋友呢 其實後來醫生就給她軟便 然後之後跟她說 你就從今天開始 你要盯著她 就是喝水喝水喝水 後來就慢慢慢慢就恢復正常了 結果媽媽自作聰明 真的害她一個禮拜都沒打出來 對 其實我們臨床上在看 很多女生常常會進來跟我們講說 她好像 你們常常聽到這一句話 對啊 覺得應該是這樣才會便祕 對 他們就說 我可能從小 我就是有這個便祕的習慣 我腸胃蠕動就比較慢 然後後來我們剛開始都會說 你可能從小有習慣不好 現在要改 可是後來發現有一些病人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你腸胃蠕動 其實是誰發號施令的 是腦部去發號施令的 是喔 所以腦部出現問題 原來 這個顏色很恐怖 天啊 怎麼會 然後我就幫她說 你知道腸胃蠕動是 你的頭腦去發號施令 那你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你都不吃澱粉 剛剛心裡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不吃澱粉不只是減肥不成功 你還會澱粉裡面其實 很多維生素B群 尤其是維生素B1 它是我們在 就是說在這個大腦的一個神經上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不成素 那你這B1如果缺乏的話 那你就會影響到 你後面產生的便秘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反而建議說 你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像我們剛剛 我們講到是糙米啦 燕麥啦 地瓜啦 或甚至於瘦肉裡面也有 所以你吃一點肉 其實瘦裡面也有B1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像香菇 菇類裡面也有B1 那你這個吃進去之後 適度的飲食 你增加糞便的體積 你面對維生素B群 尤其是B1也足夠 那你大腦就可以告訴腸胃說 你要乳動了 所以不是說你從小 什麼腸胃功能乳動不好 有可能是你長期都在做 控制澱粉的減肥方法 這個便秘 他有沒有說 譬如說他加重了 那個症狀到底是什麼 比較嚴重的話 是 其實剛大便排不出去的時候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的 肝腎功能 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 譬如說我是腎臟科醫師 我們很多那些慢性腎衰竭 是要來抽血 譬如說下次發現他 尿毒素莫名其他要增高 就發現原來是便秘 便秘可以排 大便可以排掉大概30% 所有的一些水龍性的一些毒物 所以他當然你排得不順的時候 這些毒物就會上升 這樣影響到你的一些肝腎功能 那當然更嚴重的話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在便秘的時候突然 心肌梗塞 腦中鋒 好像有耶 這個案例 跟上車數 對 這個就是我的 其實我們所有的很多心血管疾病 跟腦血管疾病 我們都會加個 我們很喜歡習慣性 加個軟便劑給他們 我們最怕他們用力變到 真的是會突發性的一些 心肌梗塞或腦血管疾病 我剛剛講說 就在馬桶上用力的當下 對 用力因為負壓嘛 你要用你負壓是不是用力 用力算是有可能 讓你血壓往上衝 那這個的時候 如果剛好你本身就是一個 三高族群 曾經有心血管疾病 那這個當然是有可能會造成 那很尷尬 大便到猝死 這類很多心血管腦穴 常常合併有糖尿病 那糖尿病他們腸子蠕動就變差 那他們又 那你看如果是他們又經常這樣用力 這個是一個 蠻高危險的族群 所以那像這樣便秘 你都什麼樣的方法來解決 我很奇怪 像我是一定要 我什麼方法都試過 因為我是脹氣脹到 不管有便秘 脹到背部 肩膀都會痛 蛤 是 我想過 這很誇張 因為有一次 我長期這邊痛 然後我去一直吃止痛藥 後來他們說 心裡不能這樣常吃止痛藥 對啊 所以沒有按摩 結果後來那個藥劑師說 小姐 你應該不是頭痛會幹嘛 你可能是脹氣引起的 脹到背部了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那個 像日本的那個酵素粉 然後我就吃一包 有點像養樂多的味道 哇 真的就一直放屁 因為我的氣從來都是 你看 你一壓就有 一壓就有 你看 哇 這把他面青蛙 真的 那個按摩師 後來他在變魔術 真的 那個按摩師 而且那我夏天求我季節青蛙 對啊 可是你要知道 他們這個真的很慘 因為我之前 有一個同業的小女生也是記者 她坐在我後面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我後面是坐一隻青蛙嗎 每天都在打嗝 不是每天 她一個小時之內 可以打二三十個 我不壓她就是打 就是一直跑氣出來 我說你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非常的困擾 我說你到底 你是吃很多豆子 吃很多什麼 她說她都戒掉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是一直打 打吐氣出來 她說你後面太緊張了吧 壓力大 對啊 柱青蛙 可能是因為她一直想知道 我那天在寫什麼 好 一定 然後又看不到 對 其實你知道 一直這樣氣是因為 真的跟吃的食物有關嗎 不是 我覺得是很誇張 是我趴著按摩嘛 那師傅按我的小腿 我也打嗝 按我的背 我也打嗝 就每個隧道一按 他說你這都堵住了 我有聽過 現在日本 他已經核准膳食纖維 加入在小學的營養午餐裡面 對 所以現在在日本吃膳食纖維 是很普遍的 然後我朋友就知道我的困擾 他就送了我這個 那是什麼 這是甘蔗膳食纖維粉 甘蔗 那是甜的嗎 是甘蔗渣的 還是 對 它就是甜甜的 甘蔗渣的 甘蔗渣的 會出來就好了 會給你 但是它可以溶餘水 溶餘水 真的甘蔗的話 它沒有辦法 可以聞聞看嗎 可以可以 那它就不應該是甘蔗渣 這是比牛棒多了十五倍的 食物纖維 這麼厲害 對 而且它裡面還有鐵質 還有藍莓多酸 碰然吸一口很像 對 改善那個便祕超有效果的 真的啊 所以你是加在 就是水裡面 然後是牛奶裡面 那有甘蔗的味道嗎 淡淡的 好 心靈的感覺比較嚴重 趕快幫它解決 酵素粉會不會吃 最後變成依賴性 然後越吃越重或什麼之類 其實酵素粉啊 它的定義是怎麼樣 它是專門解決那一種 就是吃豆類 還有吃蛋白質過量的人 產生的脹氣 它相對來講 它的幫助性是比較大的 對 因為這酵素是可以幫助 這個蛋白質在你的腸道內 等於是說簡單口語化來講 就是蠕動比較快一點 比較好分解 讓你比較不容易在裡面 產生一些脹氣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個人覺得 吃這個酵素粉 它是有幫助 就是應該是說讓你腸道 可以在食物的蠕動 也比較好消化 比較快一點的話 那你偶爾用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 有些人確實他需要 比如說他出差啦 或是你去大陸工作啦 那你工作 你可能飲食習慣的改變 他帶個一兩包去用 我們是不反對 當然你是要買比較合格的 要檢驗合格的 可是如果是天天用 我們就不贊成了 會怎麼樣 因為天天用 它就確實是依賴感啊 它會變成說 它就忽略了 其他的食物裡面有酵素啊 比如說像我們在講的 奇異果的酵素啦 鳳梨的酵素啦 木瓜的酵素 其實它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一個原理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幫助你 解決脹氣這件事情 那酵素裡面其實有時候 你會發現它不單純只有酵素這件事 它裡面可能還有一些纖維的東西 高纖的東西 所以其實它應該是有兩種功能 一種是幫助你排 就是脹氣那個氣排掉之外 它還幫助你就是幫助排便啦 那這個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一般來講 如果你吃一盤蔬菜 一盤蔬菜的話 它大概膳食纖維大概只有三克 那我們一天吃30克 所以有時候吃蔬菜要吃到10盤 才會夠嘛對不對 有人會這樣想 可是有時候你吃一包蔬食纖維 它裡面大概就是有10克了 那有的人依賴性 我曾經看過我們病人 一天吃三包的 那你蔬食纖維過量會阻礙什麼 會阻礙那個 礦物質的吸收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你剛剛那一包裡面 它的鐵其實是白家的 我覺得 對 因為太多的纖維 像鈣啊 鐵啊 或是有一些鎂 這些其實都會抑制它的吸收 所以反而我們不建議太高纖 就是適度的纖維是OK的 那如果脹氣的人 其實你的蔬菜不能吃高纖蔬菜 你應該要吃一些低纖的 比如說像瓜類 比較吃瓜類的啦 或是大黃瓜類的 是喔 細緻一點 你在脹氣的時候 你已經不舒服了 你又吃高纖的 你反而會讓你更不舒服 反而有負擔 那蛋跟豆漿是真的可以搭在一起 會脹氣嗎 其實是它們兩個分別看來 都是容易脹氣的食物 可是如果你吃這兩個 你飯後配個木瓜 起一果鳳梨 那可以幫助脹氣 而且你要起來走動 其實脹氣我們後來發現 是走動跟按摩 它要搭配它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最有用就對了 最有用的 那其實你知道膳食纖維 要解決便秘這件事 不只是蔬菜水果 我這邊有設計出來幾個 大家可能會忽略的 比如說像我們要主食類 豆類 蔬菜水果 這四大類加起來 你一天的膳食纖維 才會有足夠 我們一般講成年人一天是 大概我們會落在25到30克左右 一般建議量是25到30 那我這邊設計出來 你看如果你早上吃燕麥 然後你晚上再可能換成糙米飯 或是那種就是五穀飯的部分 那你就有大概四克三克的纖維 就七克了 對 然後你再多一杯豆漿 一杯大概300cc的 中杯的豆漿就可以了 那就有七克的膳食纖維 那蔬菜的話也不用吃得太多 也不用就像那個小魚 吃了這麼多高麗菜 反而它會塞住 因為水分不夠 那蔬菜每三至少吃半碗的蔬菜 才半碗啊 對 半碗就有9到10克 所以你知道蔬菜的膳食纖維 平均來看都比水果高 所以到秀琳姐講到 媽媽只給小朋友吃水果 其實它的膳食纖維 真的很容易不足 就是它的比例上就會不足 然後水果的話 每天也是吃二到三份 大概兩三個拳頭大 它大概就有6到9克 所以大家其實把它加起來之後 其實它就有達到 29到33克的膳食纖維 就達到我們的建議量了 所以你們在吃這個膳食纖維的部分 你一定要記得 不只是只有蔬菜水果 其實主食類 豆類 還有這邊也寫到就是 有一些堅果類 裡面的膳食纖維也滿豐富 而且它又伴隨著油脂 所以可以幫助你做一個 就是排便的動作 因為它便利是高鮮 脹氣是低鮮 這個在臨床上我們是有這樣 那又便秘又脹氣 為什麼鮮啊 如果真的像鮮 就成鮮了你 真的像心妮這麼嚴重的人 到底應該怎麼辦 它要先做低鮮的治療 然後把你的脹氣的原因找出來 比如說你去看腸胃科 看你的脹氣是真的是 腸質的蠕動出了問題 還是你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像剛剛其實我們洪醫師講到 腸道病人其實他容易 腸胃真的蠕動得很慢 那他是要控制血糖的 而不是吃一些有的沒的 他是去控制血糖 讓你的腸胃蠕動好之後 你再給予一些高鮮的 那他就有幫助 那你沒有去控制血糖 永遠都沒有幫助 那如果你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那你應該是先治療那個源頭 再去搭配後面的食物 所以一般來講 你應該是先低鮮的食物先治療 讓你舒緩了之後呢 你可能就是從飲食裡面 你再慢慢的從中度的纖維 慢慢增加 那不要太多 也不要一口氣增加高鮮 你反而會更不舒服 原來 逐句漸進 那接下來還有一種 自以為健康的行為 小心惹病上身 我們來看 包括你長時間待在冷氣房 愛喝含咖啡因的飲品 還有多喝優酪乳 不是很舒服嗎 對啊 優酪乳很棒啊 而且你一早起來 就來一個那個咖啡 好 所以這三樣東西看起來 我們好像也是一種生活 對啊 太容易融入了對不對 對 你們會認為它會有什麼毛病嗎 有這樣的行為嗎 我猜可能是會不會有心血管 心血管 很愛喝咖啡 好像很多人會心計 心計 有些人好像心臟他沒有辦法 負荷不來對不對 有別的答案嗎 我覺得像是水分攝取不足的東西 就是乾耶 乾 可能乾燥什麼之類的 待冷氣房乾 然後又喝咖啡 又喝心計 對啊 又沒喝水 你再說的 再再都是送心理想說 我剛剛覺得很不錯 這三樣 有什麼不好 我都有啊 都有啊 咖啡可樂每天一罐啊 優酪乳 便秘的時候就喝優酪乳啊 是不是 我真的急救 便秘就喝優酪乳耶 好 所以如果這三個都符合的話 要留意喔 不能說的秘密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是什麼 小心 尿道嚴 為什麼啊 尿道嚴 尿道嚴 吹個冷氣也怪不得 怪不得 說 你看 來了嗎 應證喔 來 你好像來算命的 對啊 我之前常常尿道嚴 真的嗎 我有一次就是看周杰倫演唱會 多High啊 多少人在體育館 你知道我就在旁邊 然後那個搖滾區邊邊 他正十字架要降下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突然 下面刺痛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廁所在哪 好痛喔 我要滴尿一樣就是 他會要漏尿 你沒辦法忍的 然後我就衝到廁所 你知道我蹲在那邊 只尿一兩滴 對 好痛好痛 然後我就跑回去 跟我朋友說 我又要尿尿了 又痛了 怎麼回事 一直重複這樣 對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這個可能是 是不是尿道嚴 趕快去看一下 然後有一次還尿到血尿 所以我現在身上 我隨時外出 一定帶著泌尿科的藥 好 那小小瑜咧 你會嗎 我之前也是尿道嚴 然後醫生有說 但是那個時候我一剛才痛 我也是有血尿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月經來了 我自己這樣覺得 可是 怎麼會分辨不出來咧 對啊 那個 就是我就以為是一點點 但是又很痛 然後已經痛到我 我就是拍戲 我是沒有辦法這樣做 在舒嬅間 我就痛到就是這樣 然後我也不敢跟別人講說 我很痛 然後大醫院的那個 醫師報告一出來 他就說 你應該痛不止一兩週了 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我痛 快半年了 超痛 天啊 對 因為我發現腦開八個月 所以就走不了 那你中間都沒吃藥啊 我不知道我怎樣啊 因為我以為我是月經 有時候是月經這樣子 月經搞八個月 然後一直不舒服 有血量 對 你沒有月經的時候 也有血啊 對啊 我就想說 我因為我太累了 因為我每天都工作 二十二 她以為她亂經 亂經喔 對 因為我一天不是工作十個小時 我是工作二十二個小時 每天 所以我那兩個小時 我就是卸妝跟睡覺而已 那陣子 所以我根本也沒有時間 去管看醫生的事情 所以 你可以活到現在算不錯 對啊 很好發 你看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嚇到 因為醫生說我的 腎功能已經是惡化了 然後我就覺得我才二十幾歲 但我那時候就聽聽而已 我就說是喔這樣子 然後是看到報告 他寫說已經重度了 重度的尿道炎 我才知道說原來我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不能不聽醫生的話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直吃藥 然後像欣姐一樣 一定要隨身攜帶藥 然後他有說藥不能停 不能自己覺得好像好一點 就不吃藥 所以那真的是要過 他有一個療程就對了 對 一直吃藥 因為我懷孕那個時候 其實是因為肚子很大嘛 那你根本睡不好 半夜已經睡不好 然後又開始變得很頻尿 然後結果我想說不行 再這樣下去我真的睡不好 每天恍恍惚惚什麼事也做不了 好 那我就開始 稍微少尿一點或少喝一點水好了 好 這一下就不得了 因為我開始上一個禮 一個晚上上次我大概變成三次吧 但是有一天我在洗頭的時候洗一洗 我就說不對 我覺得好冷 你們可不可以拿那個毯子 給我蓋一下 他說朱小姐馬上幫你拿來 然後蓋完毯子以後 我開始吹頭髮 我就說你可以再給我一個吹風機 讓我自己吹一下嗎 我真的覺得我好冷 然後吹一吹 他就說朱小姐 你臉已經變白了 你還好嗎 我說我不知道 然後開始發抖 一直發抖一直發抖 然後又很冷 結果後來呢 我就想說怎麼辦 不行 我一定要叫我老公來接 我就打電話跟他講說 你快來接我 我真的是受不了 很不舒服 他就立刻帶我去 我們產檢的那家醫院 婦產哥看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很嚴重 你這是急性腎臟發炎 然後我就說 什麼叫腎臟發炎 他說你最近是不是很少喝水 然後又不太常尿尿 我說對啊 因為我半夜起來五六次 我實在受不了 我根本沒辦法睡覺 你現在聽他講 你馬上補充水分是怎麼回事 我平常這一杯子喝一口就放著 就沒有再碰過水 多喝幾口 這樣不行 對 然後我那天我就很恐慌 然後因為我想到的是 我懷孕我還要吃藥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真的不行 你這樣會讓你的寶寶也 就是連帶會有危險 我那時候覺得好吧算了 老娘不睡覺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正常喝水跟排尿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有去買一些什麼 蔓越莓啊 錠啊 或是蔓越莓乾啊來補充 對 就好一點 對 所以你看每一個人都有相關的見證 其實大致上八九九 應該都有尿道炎的經驗 幾乎都有 而且女生呢因為尿道比較短 所以然後可能又喜歡憋尿 而且褲子還穿很緊的時候 對 又穿很緊 所以真的十之八九都有過經歷 可是像他這種反覆型的也不少 有過尿道炎好像就很容易在過 就反覆發作 到底為什麼呢 而且這三點 為什麼和這個尿道炎加重會有關 冷氣房 咖啡因 優酪乳耶 都很好啊 對啊 洪醫師 那個 其實我們講說 我們在統計 其實 婦女 大概在座的婦女 我想超過一半應該都有 泌尿道感染的機會 那蟲複型感染他發現 大概有三分之一 都蟲複型大概超過五次 所以那為什麼長期時間待在冷氣房 這個當然是一個 我們講冷氣房本來就比較乾燥 那最重要是那個冷空氣的感覺 讓我們體表的溫度下降 我們會忘掉那個口渴的感覺 對 所以你就不會去喝水 所以這個其實最常見還是水喝不夠 憋尿這兩個是最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愛喝咖啡因的飲品 咖啡大家有沒有 今天在冬天喝咖啡的時候 你好像會非常頻尿 然後甚至有時候會 想要上廁所馬上就跑 就來不及了 因為它會 刺激我們的那些膠感神經系統 就造成那咖啡本身就是利尿 然後加上我們的自主神經 被它受影響 就很容易甚至腎尿抑尿 那你這樣一個是水分不夠 一個你腎尿抑尿之後 可能那些在你的內褲啊 在你的護墊上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細菌的滋生 然後再感染回來 所以這個是很容易感染的 那為什麼多喝優酪 大家因為泌尿到感染 常常要吃蔓越莓 常常吃那些優酪乳這一類的 但我是建議其實可以多吃一些 他想說補充這些異菌 其實包括我們婦科的那些問題啊 一些都會解決 就減少泌尿 可是常常大家 這就是我講的台灣人很喜歡把這些 其實在國外可能是吃異菌喝優格 可是我們會把它變成飲料類的 叫做優酪乳 那優酪乳一堆的糖分 那你可能說假設你剛好 我們講說糖分過高 如果剛好你是一些糖尿病 或說一些不好 你反而血糖過高 血糖過高就影響到我們神經 我們的一些免疫功能 那當然優酪乳也含比較多的一些 磷的一些食物 那如果腎功能不好 那吃優酪乳的磷又過高 所以我建議如果說你可以多喝水 那如果甚至要補充液菌 你就直接補充一些液菌或優格之類 那不要喝太多的優酪乳這樣 不要去找別的方法啦 其實可以很直接嘛 有案例嗎 蘇青 其實之前就有一個女生嘛 她就是本來是外勤 後來就調回公司內勤 然後她在外勤的時候 偶爾其實就有 曾經有過那種泌尿道感染 可是她調內勤之後呢 因為內勤工作 她就覺得很煩 因為她的位置在很裡面 每次為了尿尿要出去很遠 所以她調內勤 第一個不只在冷氣房 而且她就是幾乎很少喝水 因為喝水就要上廁所 所以要不喝 不喝之外她就想說聽人家說 益生菌除了有助腸道呢 也可以減少泌尿道感染 有此一說 其實有人在吃益菌的那個 那是不同的菌 於是她就決定很天才 決定她要多喝那個什麼優酪乳優格 可是偏偏她不甜不吃的 她要吃很甜 可是你知道她很漂亮 她就說她的體質很奇怪 就是她只要一吃甜 她的分泌物就變成了 對 她說她的體質就這樣 但是她那個時候覺得說 反正據說優酪乳的益菌可以幫助 她就覺得益菌可以幫助 讓泌尿道也健康 所以她就開始這樣 每天都帶很多優酪乳去吃 然後後來就發現沒多久 她在冷氣房開始掉內勤之後 大概每一個月都會泌尿道感染一次 她說真的非常嚴重 後來醫生就說你到底怎麼回事 就跟她說你不能這樣 你一定要喝水 就是跟她說你要喝水 尤其你在冷氣房 因為你已經更乾燥 所以你要喝水 第二個跟她說 請如果真的她覺得益菌有效 有專門給泌尿道發炎用的益菌的定 她不是坦堂的 要換一個 後來真的就好多了 那我們講說其實幾個 女生一感染的話 其實剛開始 可能只是一些刺刺痛痛 這時候你要趕快多喝水 休息 就類似我們感冒初期症狀 有可能就緩解 我們最怕的 對 剛才 其實我們的感冒是從上面往下 從口咽 鼻咽 到最後最嚴重的叫肺炎 可是我們的泌尿道感染 相反的由下往上 好 剛開始你覺得有點想尿尿結 那就是在你的尿道在作怪的 那再往上到哪裡 膀胱 膀胱之後就會出現一些出血性膀胱炎 就有一些血跑出來的 而且憋不住尿漏尿的事 那再往上疏尿管炎 再往上就是我們的急性腎魚腎炎 這就是一個關鍵點 你在急性腎魚腎炎 那時候就是像那個朱信儀 他就開始會冷炸發燒 然後臉又發呆 一直發抖 你就會罵髒話 你覺得痛不痛 我說不要敲 痛死啊 聽 已經不是口服抗生素可以治療的 我們要觀察 那叫急性腎魚 就是類似已經到肺炎 那肺炎我們已經到最頂端 那接下來就是走一個腎農陽 腎臟就化膿 那你再沒有控制好 你就腎臟要切除 結果沒腎臟就準備要 對 這個是 那當然腎農陽是很難控制 它已經形成農陽 有時候走一個敗血症敗血性休克 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變成說這個 如果已經要到敲 這個一定要住院去觀察你的腎功能 那我當然這個是講說 這個比較嚴重的感染 那第二個其實慢性感染 我們覺得大家比較想說 一直讓它重復發 重復復發的一個感染 那可能你要一直去吃抗生素 那抗生素吃久 當然傷肝腎之外 它你的細菌就會一次比一次強壯 這叫抗藥性 你們最喜歡三天改善的就把它停掉 這叫抗藥性 最好大概至少吃個一個禮拜 回去再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確定乾淨你可以停沒關係 那如果還沒有 可能要再吃一個禮拜 林老師怎麼有效預防尿道炎 其實預防第一個重點 也是水分 所以水分它我們會接合水 兩千 就是兩千CC到三千CC的水分 這是一定必備的 然後第二個我要討論的是 剛剛提到的蔓越莓 因為只要女性 就是大家朋友如果有這個尿道炎的問題 大家一定會想到這件事情 那蔓越莓目前有分很多種 那我們建議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做蔓越莓這個攝取的話 它是做一個預防 如果你正在發作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吃藥 但是平常的話你可以做一個預防 那預防的話如果是以建議量的話 比如說一天我們通常蔓越莓大概 汁的話 果汁大概是500CC左右 可是蔓越莓其實很酸很酸 所以其實如果你喝蔓越莓 汁大部分都是有糖的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你可以吃一些蔓越莓定 或是保健食品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買到蔓越莓果乾的話 大概是兩湯匙 一天吃大概兩湯匙而已 就不會讓你把它吃好玩的吃 吃那種熱量會過多的 所以蔓越莓是可以攝取 可是要盡量是還是小心 那第三點就是說 有一些人 剛才心裡提到有一個族群 就是懷孕的媽媽 那懷孕的媽媽其實 在懷孕過程裡面 我們有時候會就是 大部分都會做血糖檢測對不對 那有一個認成糖尿病的媽媽 她在併發這個尿道炎的一個機率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發現在 女生的尿道炎的這個細菌裡面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那個大糖感菌 那大糖感菌呢 其實她會去就是喜歡高糖的這個環境 那如果你的體內的血糖沒有控制好 如果認成你的糖尿病的媽媽 那確實她未來可能在 就是後她當下發生這個尿道炎的一個機會 又會更多 所以如果你是糖尿病的人 或者是所謂的認成糖尿病的媽媽 反而你是要多吃一點纖維 控制血糖 讓你的血糖不要飆太高 那這樣子才對這個尿道炎 其實才不會讓她一直反覆的發作 那一般人其實都跟生活習慣是有關的 生活習慣是相當大的關係 所以你其實你會發現 你這陣子記得喝水 可是隔了半年你又忘記了 然後忘記休息 其實太疲勞了 我們在醫院看到很多是疲勞 引起免疫力低下 而造成尿道發炎的也是很 也有 所以女性朋友真的是 比較辛苦一點 這方面還是要好好預防好 保護好你的健康 才能做好其他的事情 例如把家事做好 家事做好 家事做好 但是不要擔心 因為待會兒我們跟大家 來介紹的是一個 讓你化成為家事達人妻 還要變達人喔 達人...很輕鬆的 好棒喔 好棒喔 好喝到家 小小瑜 這個家事達人 你拿的這一個是 是的 這個東西叫做 蒸氣清潔機 這是要清哪裡啊 通常我們一般想要打掃 一定就是用抹布 對不對 可是其實抹布呢 它的細菌比馬桶多200 有 這個研究過 它是髒的 對 但是這個東西呢 它外型很像運動 然後其實它裡面是加水進去 然後它用高溫 103度的溫度 然後就是這樣按壓這個 然後它可以就蒸氣 這個是可以消滅大腸感菌的 所以你就不用用那種清潔劑 很多人會用那種化學藥的 對 這就不用 然後像譬如說桌上會有一些油漬 譬如說現在這個是油漬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通常 譬如說用這種紙巾擦 對 擦得掉 擦得掉 沒辦法 非常的難擦掉 但是這個 因為它有含高溫水性 所以多按幾次之後 然後它可以把細菌整個帶走 然後它是比較 比較的紙巾 很多 一半就好 來 我們來對照 來 這一半 一半就會覺得說 這邊是比較從根本去弄 然後它可以繼續按壓 它可以這樣一直按 然後弄到乾淨嗎 有沒有看到 乾淨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對照多麼明顯 好神奇喔 你們很快用對不對 以後我們就不用做紙巾 對 好乾淨喔 他們很樂意啊 真的耶 好乾淨喔 所以就不管這小孩子 書本啊 書本啊 這一種也是OK的 等一下你就是 稍微把它帶一帶 它就變亮的 對 它稍微帶一帶 那這音樂範圍算廣喔 鏡子有時候也會有 紙巾或什麼 對 鏡子超難擦的 對 這鏡子有夠髒 用紙巾擦 還會有刮痕什麼的 對 這個也是 因為節目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用紙巾擦 乾淨 好乾淨喔 媽呀 好乾淨喔 超明亮的 我要一隻 所以就會很快 很好用畫的 兩秒鐘時間 其實把落地鏡 就可以整得到 櫃口的 櫃口的 就很快 而且很輕巧 對 所以你看 家裡面有些最髒的地方 像是廚房 有一些油漬的 大掃除了要弄的東西 這個東西錄一下 很推薦給大家 那素晴高溫殺菌 這樣的模式是不是 真的會更乾淨 我必須說 這一支 高溫的清潔機 真的完全符合了 吳嘉誠教授的理念 怎麼說 怎麼說啊 完全都是物理性的因素 有沒有 水加上高溫 因為過熱水蒸氣 或者像吳嘉誠以前說的 超靈界水有沒有 今天東西它本身 就可以加強清潔能力 比如說你會發現媽媽以前 在清那個油煙機的時候 它會燒開水 比如說我就一直燒水 水上去讓那個油 夠比較軟 然後慢慢擦 所以第一個 它是加強清潔的效率 等於說 讓你更方便上手 我個人是很 覺得這很棒 可是如果第二點 有關殺菌的部分 我必須說那個只是 bonus 不是重點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家長 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一直覺得 好像什麼都要殺菌 可是事實上呢 環境中本來就該有菌 本你的孩子 通過接觸這些菌 它也有正常的免疫力 你只要培養它好的衛生習慣 就吃飯前一定要洗手 玩完東西要洗手 不要亂挖鼻子幹嘛之類就好 而不是認真去消毒 但是至少如果你還是 真的這麼不放心 一定要殺菌 它至少是一個沒有毒的 殺菌的方式 對 食物的油你看得見 皮脂肪的油你不能忽視 好的 每天五分鐘 減掉多餘的脂肪 但是呢 不相信 不相信對不對 因為我們每次都不相信 我們都說我們繼續一下 好 我們出拳有沒有 大家都會出拳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還像所謂的拳擊有氧 對 那這個有氧在燃燒脂肪的同時 它就很容易排除多餘的脂肪 是 所以我要你出拳四個 要往前 是的 要往前 對 對 好不好 往前 然後退後四個 退後四個 這樣會嗎 六七 1 2 3 4 5 6 7 8 好簡單 可以 可以 那等一下我們在做的同時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氣很重要 那股氣 我要你大聲的跟著我說 我說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簡單 一樣 我們出拳往兩邊 兩邊 一樣 你的右手 右手 同學們跟著我一起來 1 2 3 左手 換拳 然後原地 5 6 換邊再來 1 2 3 右手 然後再換邊再來 是不是簡單 可以 出拳四個 對 我現在可以出拳兩個嗎 好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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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後 並開 並開 再來一次 兩個 兩個 退後 並開 這麼難你們都會 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姿勢夠高 對不對 這種鬼話你也講得出來 練武的精彩 好的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是 你看有一個動作很重要 你要讓它燃燒你的脂肪 所以同時你手臂的速度要快 然後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同樣動作 然後換邊再來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很好 一邊吼出來 一邊動起來 我要你大聲的 對 跟著老師一起做 沒問題 沒問題 相信我這一趴跳完 頭髮都長出來了 真的 真的相信我 好 老師 來囉 好 1 2 請你跟我這樣做 我聽不到 我聽不到 來囉 再來換邊 出拳 1 2 3 GO 1 2 3 4 你以為我瞎了 打摸 打摸 兩個 我真的不會 退後 來囉 很好 再來一次 電視機的同學 跟著大家一起 來囉 來囉 剛才教過大家的 速度加快 再快一點 叫出來 快變 快變 講快一點 準備 從頭 從頭 好暈喔 來囉 1 2 3 4 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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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耶 好累喔 沒有聲音了 再一次 好累 還沒玩耶 好累 OK 最後一個動作 5 5 6 速度加快 再快一點 再快一點 好暈喔 換邊 來 OK 慢慢的放鬆 原地踏步放鬆 很好 給我一個漂亮的Ending Pose Here we go 體內廢物一大堆 怎麼遠離亞健康 健身專家潘若迪老師 馬上來拯救你 每次只要五分鐘 一週體內讀數全拍光 上班工作壓力大 外食纖維又不夠 滿肚子豎變 該怎麼排出 按摩腹部沒有用 不如運動五分鐘 到底該怎麼做才好 精采內容 明天千萬別錯過